郭文哲說靠水車問題在林草那邊 市民要為自己平民負責 但是有議員提報說當時其實還有十個人在困在人面 晚上才被救出來 那柯市長的SOP是不是有問題 我想既然說了未來要改善我們整個通報的系統 那其實也就不需要針對市民來這樣子的人與嘲諷 陳時中穿皮鞋勘災然後被媒體拿出來做文章 可是陳時中團隊就控皮鞋何起胡蘇 那柯文哲也批評說外界就是視察時是作秀 你怎麼看 其實陳部長可能沒有當過民意代表 所以他比較沒有經驗 那其實我們都知道貪災應該都會碰到 包括泥令啊積水等等 所以穿雨鞋是會比較方便 那我想這個部分其實還是希望陳部長可能要考慮到 因為穿雨鞋不是舒適 而且也比較能夠避免滑倒還是確保安全 這是最重要 不是問的說泥水車問題在臨床那邊 那市民要為自己很避免負責 但是有避免負責 當時其實還有十個人被困在人面 晚上才被救出來 那柯市長的SOP是不是有問題 身為地方父母官 其實還是應該以市民的權益為最優先的考慮 而不應把所有的責任都推給市民 那我想既然說了未來要改善我們整個通報的系統 那其實也就不需要針對市民來這樣子的人與嘲諷 那我想未來政府的責任還是應該要善盡整個通報的責任 你認為防疫旅館跟防疫計程車是防衣 還是中央發的 防疫工作其實不應該成為政治人物搶工的工具 我想其實大家也知道在防疫的過程當中 其實是靠全民大家共同的努力 才能守住疫情 才有防疫的成果 其實不管是防疫計程車 防疫旅館 在其他國家也都有在做 第一時間看到這個消息 剛剛非常的震驚 也非常難過 那我想黃一家委員是我的前輩 我們也希望他的家屬能夠節哀保重 很多人都在通知 我們一定會把割暇的 ő分